这位冷风加洛斯哥哥 这位粉丝朋友 实行我说猪哥 被魅惑的机枪铁桶僵尸 在他面前放一个火炬树桩 会变成火焰豌豆吗 试试看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还有一位来自吃粑粑的美食家 兄弟重口味啊 这位粉丝朋友私信我说 猪先生我想看10个机枪豌豆加一个冰瓜 vs10个嘎嘎特尔 好一个嘎嘎特尔了 他下面提示了一个贝塔版 好的那我们先重叠10个机枪射手 然后再增加一个冰瓜 后面我们再增加10个嘎嘎特尔 觉得机枪射手能赢的请评论一 觉得嘎嘎特尔能赢的 下游位是来自用户8067 这位粉丝朋友私信我说到 我想看10个玉米大战加冈克尔加冈炮 好家伙 上一个才是嘎嘎特尔 这里又来了一个加冈克尔 有点东西啊你们 首先我们放10个玉米加冈炮 然后再放10个小伙伴口中的加冈克尔 最后只用了5个玉米加冈炮 就打败了加冈克尔 而且还包括5个小鬼 最后一位澳江湖时空 这位粉丝朋友私信我到 猪先生我想看95版100个双发射手 加2个火炬树装 可以抵御几千个二眼 这个数量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 后来他改为10个vs100个 好的那我们就安排一下 首先我们增加100个二眼 一边50个可以看到黑漆漆的两头啊 然后再增加两个火炬树装 最后再增加10个双发射手 如果我没看走眼的话 二眼就被打掉了一个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别忘了三连支持一下哦 下期再见吧